人群外媒消息 这件事称花旗集团计划从下月开始裁减至少2000个职位 其中的相当一部分将是中间或者是后台职位 此次裁员是该公司本月宣布的重新定位计划的一部分 并将在全球范围内进行 目前的花旗在全球有23.9万名员工 金融危机前有37.4万员工 盈利不佳裁员不断 映射的是当前华尔街整体的形式 2015年即将进入到维生 几家大型银行掀起了浩浩荡荡的裁员大潮 近日呢 摩根斯丹利 巴克莱 德银 扎达的军有裁员的消息公布